再来跟进俄乌局势 我们来看到的是俄罗斯移民广 在17号刊文指对乌军来说 今年6月初乌克兰公共领域就发布了 超过14500份乌克兰武装部队军官的附高 更指出据各方的综合信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死亡人数将超过有10万人 重伤包括被俘的军事人员人数 则大约是30万人左右 但并没有给出俄军伤亡的大约数字 梅里托布尔 那么记者的身后呢 这就是扎布罗斯地区目前的临时首府 梅里托布尔 这里呢离敦尼茨克大约375公里左右 现在呢在扎布罗斯方向 这也是俄军重点对乌军夏季攻势的 这么一个防御的方向之一 有许多媒体在质疑俄乌两军 最近在扎布罗热战区人员损失的数字 这家俄罗斯媒体指出 关于战场人员和装备战损精确的数据 是俄乌两军最高军事机密之一 为此乌克兰军队指挥部 小心地隐瞒了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各战线方向 包括扎布罗热拉伯地诺争夺战和绞杀战的损失内幕 有时高级官员会引用荒谬的数字 他们有理由是担心民众的愤怒和质疑 有一组数据在此前引发外界关注 去年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 在西方政治家中首次宣布了乌克兰军事人员死亡人数达到10万的数字 在他失言后 乌克兰宣传人员宣布欧洲政治家的讲话有误 去年12月 一位乌克兰官员偶然失言公布了以下的数据 在乌克兰整个动员期间 有95万人被征召入伍 目前约有100万人在乌克兰军队服役 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 乌克兰部队总人数为43万人 专家们推断 那么乌克兰武装部队不可挽回的总损失约为30万人 第一个说出乌克兰武装部队惨重损失的人 是退役美国上校道格拉斯·麦格雷格 今年新年前夕他宣布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损失25.7万人 据这位前上校称 这一信息是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尼将军 在与五角大楼负责人的谈话中透露的 由于麦格雷格轻额 他的数据没有在国际媒体引起重视 从今年4月份开始 当阿富吉伊夫卡要塞陷落 几乎显尔异见时 西方媒体开始竞相报道 乌军数万人死亡的消息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信社环影以色列情报报道称 有15万7千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斗员赏身 除乌军外 俄军还击毙了8千名外国雇佣兵 至少还有上万名乌克兰战斗员被抚 今年5月初 美国思想家报道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不可挽回地损失了25万人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长表示 目前乌克兰武装部队数量约为100万 这个数字包括所有安全部队 边防部队 警察和国土防御部队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正规和动员士兵人数估计为60万人 目前战备最充分部队已处于预备役状态的有6万人 有专家也质疑俄罗斯军队的死亡的数据 但没有权威和令人幸福的发布 此前 俄罗斯南部军区150师国际旅旅长阿维兹巴 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 俄军更注重战斗员的生存的重要性 很少对战役行动规定具体结束的时间 在那些活ер中常常地再创出 来说 тор谎不浓的 starts단监控制做 不极ミック对此事 我们当我们uyu克服下来 知录的做 Northwest本 tuh 我们没有人自己不成为 发生的好多的 我们成立 Ny deixar的 所以我们将不耐烈 然后我们 Medicare控制 进行这个 凤凰卫视卢语光 伊万·拉曼·弗拉特 梅利托波尔的报道